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阿卜都分享受伤汤富经历,汤普森推荐的主刀医生,自己比受伤之前,状态更佳。赛季即将结束,收好了养生局,结果,硬生生,让袁老师,血染赛场。 北京时间4月8日,决金122,比109,乍胜辉雄。还剩3分19秒,比赛悬念也定,于是,主帅马龙,把约基奇,换了下来。约基奇,扯掉自己的红色头戴,与马龙,来了个深情拥抱。 这场比赛,约基奇砍下35分16个篮板,6次助攻,4次相断,正负值,更是高达离谱的,加37。这已经是本赛季,约基奇第十次单场,得到30分外加15个篮板球,完成了对字母哥,以及恩比德的超越。 除此之外,约基奇,更是解锁一项成就,他本赛季数据,达到2000分,加1000个篮板,加500次助攻,成为NBA75周年里,第一个达到该项数据的球员。 历史上,许多才华横溢的球员,也曾无限逼近这一记录,但最终,都没能实现。 比如,张伯伦,曾在1967-68赛季,打出1992分,加1952分篮板,加702次助攻,距离这一记录,只差8分。 曾经的三双王,奥斯卡罗伯特森,在1961-62赛季,打出2432分,加985,个篮板,加899次助攻的赛季数据,距离这一数据,只差15个篮板。 1975-76赛季的天沟甲巴尔,距离稍微远。